HELLO 大家好我是佑群 名言人呢都知道我现在在台北的东区巷弄 可是有些人会觉得明明夏天为什么你那么疯要穿皮衣呢 因为今天的主题很特别 要带大家在台北一秒就可以进入纽约的输货区 所以我今天当然要穿一个纽约风格的皮衣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 因为这里有一个很厉害的选品店 这个选品店呢融合了非常多时下最红最流行的 包括好莱坞明星或者是纽约潮人在穿的衣服 而且呢都是女生最需要的战袍 又性感又辣又有个性 就是我常常逛的店 请看 就是这间DVNY Dark Victoria New York 走吧 Dawmy 谢谢老师 我们是不是要来一个美式拥抱一下 跟大家讲就是我们DVNY Dark Victoria 最美的创意总监也是创办人 Naomi 你好 其实啊Naomi我跟她认识很久了对不对 大概有10年以上的时间 而且刚刚好今年就是我们大Vittori的10周年 因为这个地方呢是以纽约风格为主体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非常多古董的装潢啊 来到这边每次都觉得很像是到了纽约的苏火一个很时髦的店里 而且我喜欢这个地方是因为它都是Naomi亲自严选来自纽约 没有时差的一些单品 不过也很喜欢他们的饰品 他们饰品超美超漂亮 我觉得来这边是很棒的一个选择 那当然时尚教育群这一次呢最重要的是 我们每次都会请到一个大来宾嘛 今天我也邀请了一位女神级的 而且呢今天好玩的是我要跟Naomi一起来 为这个女神做一个改造PK 这位女神呢应该说是国际巨星来着 她有一头蓬松俏丽的长发 还有一个会勾人的电眼 再加上她微微张开的翘唇 婀娜多姿的身材 火辣性感的长腿 今天就让我们郑重欢迎这位女神 强强出场 哇大家是不是要掌声一下我们工作人员那么多 哈喽 哈喽 刚刚介绍你还满意吗 我是老师你是不是在好像在推销一个就是刚处女今天要来被 被 乱讲话乱讲话 这好像是我是一个新来的荷兰的红灯去亚洲女生 我觉得很OK OK吗你喜欢吗 我很爱 我很爱 OK 好吧 那我觉得我私底下认识的强强 其实就跟荧光幕上一样 它就是非常自然大方 但是大家好奇的是强强的那个行头 为什么每次穿起来都这么正这么时髦 你要不要讲一下你今天怎么穿那么正 当然百分之八十是因为人 但是我跟你说 我觉得我自己对外在啊 然后还有衣服 然后还有一些配饰我是非常非常高要求 是哦 所以剩下的二十分 像今天这个打扮你要不要简单介绍一下 像这个就是我平常会穿的啊 这种珠珠亮亮 自己自认为就是不一定说一定要是大精品 或者是一定要有一个很冠冕堂皇的牌子 我自己比较喜欢就是这件衣服 或者这种风格穿你身上是好看的 适合不适合 我觉得女生要有这种观念 这里会让我觉得这边的衣服 它没有说到非常的贵 或者一件然后好几万块 但是我觉得它这里可以找到你自己的风格 所以我蛮喜欢 你也常常来逛是不是 我这次误杂误撞 我就有一次从旁边就这样开车经过 就是车子这样走过去 我看到这边 我就跟他们说今天下午要过来这间店 你看哦 我才一秒钟这样换过去 我就知道这个什么 那我们今天有个重点就是 除了我们要逛这间店以外 等一下我要跟Naomi稍微PK一下 今天强强出的重则大人是重量级嘉宾 也是评审 我现在没有评审啊 对 就是我跟Naomi到时候会抽签一个主题 一个改造的主题 然后把你身上的衣服换掉 好 然后由你来清点到底哪一位是胜利者 书的人要帮强强身上那一套买单 比较是别人买给我都喜欢 真的哦 比较不要花我钱我都爱 好啦好啦 那我们先来逛逛好不好 就是我们也听听强强 平常逛会挑哪些单语 好啊好啊 走吧 让大家知道一下 你到底私底下喜欢哪种类型的衣服 我喜欢类型 你已经看到 OK啊 哇塞 这不就是我平常会穿的 你拿着这样 观众都会突然想象那个画面 还有哪些衣服 像是其实 我也觉得皮件类的有时候会不错 皮革感的 很纽约 我穿这种的话我就穿去就是可能SM party之类的 因为我瑞举是蛮广乎的 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我自己蛮喜欢这边的衣服的话 就是很多的 像是这种亮片感跟呀 那我自己啊 像是这种罩衫我自己也蛮爱的 搭配配件 我其实我觉得今年非常流行的就是说 你里面穿可能就是内衣 然后穿件丁字裤 你就可以直接搭外面是这样子 就是有点透明的感觉 我是敢这样穿的 可是我不知道你节目都不让我这样上 要不然你来我节目穿 你节目穿吗 你能接受多大尺度啊 不要被黄标就好 记得一下一定黄标 哈哈哈哈 好然后下一个 OK 这种我也很矮 然后我跟讲这件我很矮 这件因为我坚持一定要短 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我穿起来的东西 我长的我就不好看 因为我觉得以强强的身形比例啊 短的才能凸显你那些优势 对对对 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哦 其实我还蛮喜欢他们家的衣服 是因为这边有非常多大胆的配件 然后呢像是这边就是比较lady感觉的 对lady一点哦 所以像这样子比较甜美的 你也会穿吗 我可以啊 这种就是你刚做完爱的时候 然后呢就是 里面就是可能穿件内裤啊 这边都不要穿 这样包着 然后叼跟眼 叼跟眼 然后在窗户边这样穿 有有画面有画面 不错啊 其实你看那个欧美 其实他们就是这样在enjoy life 我就是这样子啊 我是这样子的人啊 所以我是建议所有女性 我们要尝试不同的感觉 尝试不同的男人 然后尝试不同的穿着 千万不要被自己局限 对其实你要驾驭强强 就是要这样 对要驾驭 我就是要这样 而且我也很喜欢 有时候我喜欢穿这种 这个很漂亮 这种可爱心的 比如说你给男生不同的感觉嘛 你知道吗 有时候你可甜可咸啊 这种我也OK 这就是甜美风吗 甜美风我很爱啊 真的哦 我也是耶 我是甜美小女好 有时候我是甜美 有时候我很辣 有时候是红灯蛆的 不同的感觉 我通通都可以呈现出来 了解了解 所以今天呢 你看 强强已经告诉你 要怎么样在 才能征服她的心 对不对 还要各有钱啊 没有钱我们不要 那我们先 没有啊 你们俩都很有钱了 上来哦 好啦那我们今天也是 刚刚讲的那个任务嘛 就是要 驾驭强强 那至少我们要 先从她的外债 征服你好不好 我们等一下就要来抽签 然后 输的人真的要买单 好那你们来调 帮我调一下 那我们来看哦 现在呢 要赌上我造型师的尊严 因为我们要来一个 改造大PK 是的 我的敌人呢 Naomi其实她的sense很好 很多人来这里 如果遇到她呢 都会问她说 怎么样穿搭 所以我是真的有压力的 但是我想请问强强 你比较希望谁帮你买单啊 你啊 那男生 你应该很大手笔啦 你看很大气 你看很大气 没有啊 谁应该是你应该很大 对 好啦 工作人员不能再接了 这不符合我的人设 怎么办 来 强强你帮我拿着 我们来抽签好了 里面有两个题目 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然后我们现在就要 依照这个题目呢 帮你做一个全身大改造 OK 好来来来 Naomi你先 好 那就是 好 来来来来 那你的先打开 来给镜头看一下 强强来到 毕竟然豪宅晚夜 想要卸购高富出来的战航 哎呦 平常会怎么样 如果这个场合你会 当然的话 一定要就是 非常艳丽 然后呢 一定要群压四方 所以呢 杨阳大先看到你的话 第一个你一定要够性感 然后身材曲线 一定要有出来 所以一定要漏吗 不要 因为富豪 他不一定行 要慢慢让他拆礼物的感觉 对对对 好 来 我看我的 面里面 来到缅月地鱼大道准备写 花片排绒穿的比自己 更辣更时尚 所以要换装的战袍 哎呦 你有这种情况过吗 就是走到哪里 不可能哦 我旁边的男人 就会不用他眼睛看别人 所以这个对我真的有点难 因为你要穿的 比强强原本更辣 我觉得可以走这种 就是欲望诚诚感 欲望诚诚感 更浮夸一点 浮夸一点 然后不要怕 然后就告诉你说 下一个男人就在哪里的感觉 好 那我们加油吧 我们去选 好不好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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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也太正了吧 我很喜欢耶 好看 刚刚他一出场 我就觉得像美人鱼一样 我觉得那个好莱坞电影 应该要找你演啊 对啊 好扶鬼啊 我不是好莱坞 我保莱坞也要去 保莱坞也要去 而且你看这个视频 手上这个好美哦 我们来请老迷来解说一下好了 是 奢望完颜 然后真的是高富帅嘛 所以我觉得一开始不能太辣 我这个颜色叫做那个 高潮粉 blush 高潮粉 我的流行这个粉就是有点粉粉灰灰的 因为如果太粉了会太可爱 这个粉很高 很高 高级粉还高潮粉 高潮粉 那我要问一下符合你心中的高潮吗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蛮喜欢这样子的粉红色 我觉得这种粉红色就是可以衬托一些气质 你又可以带出性感 自己本身就蛮喜欢这种类似有点干燥玫瑰的感觉 而且我特别喜欢的是 Naomi把它粉色跟那个比较暖金色的东西互相搭配 包括那个耳环 耳环是那种有点像棕榈叶 然后这个地方的Y字链也是 它其实也很大气 你如果是出厂一些红毯 我觉得也OK 然后另外就是亮点就在这底下的羽毛嘛 对不对 今年很流行羽毛 它是真的羽毛 而且它走路的时候就会有那种 摇曳的感觉 而且羽毛容易膨胀 但这一件它是整个可以 就是凸凸曲线 对 漂亮 这很完美 很完美 而且它就是露的适度 刚刚好 对不对 就是让那个高富帅 高富帅会想要开始拆礼物的感觉 就开始跟你联络一下 然后认识一下 而且会搞不清楚你的个性 因为这里这一件有一点点甜美 但是又有一点点性感 对它是马甲 而且你搞不清楚这个女生是哪一种 看不出来我会去SM party 感觉不算你在床上会拿PB的那种 不要会拿那个辣扇子吗 好可怕 强强可能对这一件蛮有喜好的 我开始紧张了耶 因为下一套要换我的 好害怕哦 好啦好啦那我们请讲讲再换下一套 看一下好不好 虽然只有我自己做的特效 但我自己蛮自豪这一件的 怎么样 我觉得这也很好看耶 很好看哦 跟刚刚味道完全不同是吧 对这个的话就是你走出去的话 你就是个气势 就可以整压人 因为我觉得你在第五大道 刚刚那个题目是说 要比他更辣 因为强强自己就够辣了 我觉得是比他更辣以外 要比他更浮夸 你就会想象到那种欲望城市 或者是小丑女 就是有那种感觉 所以今年很流行什么呢 第一个荷叶边 荷叶边不是只有甜美风的女生哦 你看强强这样很有个性 他整个荷叶边在他 整个外照 就有3D荷叶边 对3D的荷叶边 就寂静的浮夸 而且这个绿色是 今年我昨天还看到 Naomi的IG 她说今年这种绿 柠檬绿 柠檬绿 还好不是高潮绿 对 这个就很漂亮 而且它是 也是要露不露的 很性感 那底下的地方呢 就是有一点喇叭 或薛行裤的造型 可是它是 bling bling的彩色亮片 对 在修长 而且我就让它顺便搭配了 一个彩色的这种 细带的凉鞋 所以它整体来讲 你就会想象到 那个80年代Disco的时候 所以如果今天想象在第五大道 这样走在路上 我跟大家讲 每个人都在看它 而且呢 就很适合你参加一个什么 Disco Party 是吧 我觉得这个很棒 而且我觉得是早上到晚上 都有成功 然后连这个项链 都是等我们比较大面积的 没错 好看 那现在 现在紧张的时刻到来了 来来 我们工作人员有准备了一个东西 要给强强 就是 这个 有我们两个的肖像 不要拿来拜哦 到底是谁 好紧张哦 那这样的话 既然要我硬选的话 我实在是很难选赚 因为我觉得两件 我之前都很喜欢 但是我要硬选的话 等一下 你选书的还是选的 我就选那个 帮我买单的这个人 你愿意帮我买吗 有点贵 好啦 那就你啦 就你帮我买了 因为我看起来你是有情人 好啦好啦好啦 这是我的 初败记录 做造型做到这么久 知道这个影响有多大吗 没有办法 老师你就是财大气粗 好啦 我们去买单啦 好不好 好那最后 最后提醒大家 我们这次有准备两个小礼物哦 讲出你们心中的纽约Style 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 我们就会选出两个 送你 DVNY的蛋品 好大气宽 找你买单没错 连粉丝都照顾 走啦 我们去买单啦 下次见啦 他没哭哦 可以吗 选便宜的 那个我们到全家 便利照页开 拜拜 拜拜 拜拜